金航大运河上的汽笛声 幻想了两岸人家 古老的运河繁忙了起来 不远处的贵山脚下 一幅从文淡雅的水墨画卷 在清晨的阳光中 继续展开 贵山历史文化街区 可誉为中国历史文化 露天国务馆 这里有着中国规模 最大的祠堂建筑群用 当年乾隆皇帝来到无锡的时候 曾经赞誉贵山为江南第一山 而如今我们走在贵山的老街上 真的好像有一种 走进了历史长河的感觉 仿佛那些我们熟悉的古人 随时都能够和我们擦肩而过 比如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中烟 出居尼而不染 卓青尼而不妖的周敦仪等等 我们之所以能够找到这些古人 是因为这里一座又一座的古祠堂 保存着他们的姓氏 记录着他们家族的繁衍 也书写着这些往生鲜贤的生平和荣耀 贵山历史文化街区 位于无锡市凉锡区 它东起古化山路 北连通会西路 江南名园纪唱园和南朝古榻 贵山寺就坐落在老街深处 一百零八座祠堂 分布在大大小小的街巷中 八十个姓氏的祖先 供奉在这里 祠堂是中国人祭祀祖先 或者先贤往胜的场所 祖宗虽远 祭祀不可不成 每年的祭祖时节 老街上人流如之 来自同一宗族的人物 都会因为这份血缘关系 相聚在这祠堂屋檐之下 归私缅怀共同的祖先 画孝子祠 是老街上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祠堂 供奉的是冬近末年 一位名叫画宝的会山人 画宝幼年丧母 与父亲画太相依为命 在他八岁那年 父亲要去束手长安 出征前 年轻的士兵留给儿子 一句郑重的承诺 带我住房骑马回家 再为你行成人礼 和取亲 这是一个对未来的积蓄 可是一年两年过去了 十年二十年过去了 曾经的孩童 慢慢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者 远征的父亲 却一直没有回来 所以他到七十岁的时候 他头上你看 还说了同志 人家就要问他了 画宝你这是怎么回事 画宝只能嚎啪大口 我把父亲的这句话 我永远记在心里边了 不管他死还是活 从少不更逝到白首持目 画宝用尽了一生的时间 丰富一言 终身不观不举 画宝以大孝文明于世 齐高帝特赐孝子匾文 后世帝王又为他在故居之上 修建祠堂 在老街上 历朝历代朝廷批准修建的祠堂 有三十多座 被称为专祠 他们中有很多无侍无稀人 但皆因忠孝仁义 理智善首成为人身楷模 过去官府每年都会举行隆重的官计 以此表达世人的敬意与追思 勉励子孙后人 见贤思齐 不忘真本 与画宝子词一强之隔的愿力 有一眼轻烈的泉水 圆明会泉 唐朝时 查胜路语 把他品鉴为天下第二泉 上世纪四十年代 盲人音乐家阿炳 时常来这里卖艺 他把对命运的抗争和对光明的向往 付诸于手中的二胡 在钟灵玉秀的山水间 二泉应悦的琴声一次次响起 命若贤音 让梁不绝 深沉悠扬的曲调 至今不断被后人演绎 成为无锡人眷恋的香音 也告慰着缠绵于此的仙人 在天下第二泉的遗色 二泉书院 随历经风雨 仍然屹立 现在 这里是无锡少氏的家族祠堂 这里呢 我来种了很多树 占地比较大 后来因为多重原因嘛 就是把这里有的地方都给滑走了 滑到其他地方去了 明正德年间 少保任督察院又不督御时 当时 幻官流紧 独揽朝政 清官连历 雨遭陷害 这让从小生长在无锡的少保 深恶痛绝 见一举之力 无法改变国家现状 于是辞取官位 回到家乡 办起了这间二泉书院 教导学生 道德至上 功名次之 他在官场上 觉得很多人 他的文学修养是高的 道德水准太低了 你假如说你道德不好 你去做了官 反而是害人的 读书的目的是明理 围官是为了造福一方 祠堂之上 无数仙人的榜样就在那个 祠堂群 因为二泉书院有了蓬果的生机 秉盛时期 书院有弟子数百人 他们饮于山林 却不忘国事 在少保过世八十多年后的一天 几位书生来到二泉书院 因为得罪了奸臣 魏忠贤 那时的无锡城内 到处都是追捕他们的官兵 虽然有了简陋的乌舍 暂时躲避 但是听着屋外兮兮立地的女生 将到天下生灵涂炭 国家内游外患 书生们思绪万千 却报国无门 后来其中一名书生 分别写下了传颂千古的 《义父绝对》 书生名叫顾县城 也被称为东林先生 他和无锡的几位 有志之士一起 把少保尊为发任者 恢复了北宋文人 杨时的东林书院 使之成为江南地区 人文汇翠和议论国事的中心 顾县城过世之后 后人遵照他的遗愿 在二泉书院内 建起一座家祠 以传承弟子身份 常伴先生少保左右 因为顾县城承认 少保是他的先生 我就是跟他学的 学生撞在老师的旁边 有什么问题 我应该守在你身边 所以我生前是他的学生 我在去世之后 我依然希望在他的身边 我还是希望在你身边 顾氏愿意这么做 少氏也愿意这么做 德不顾必有名 生不能相识 但死后至少可以为零 为了和先前相伴 明清时期的惠山老街上 出现了临死至比的家祠 这些幽深的庭院里 安放着一个个家族的集体记忆 凝聚着家族成员的情感寄托 我身旁的这座祠堂呢 就是无锡前世的家祠 如果对于吴王前流 您觉得并不是特别熟悉的话 那我再说几个 前玄童 前牧 前中书 前学森 前伟长 前三强 的确 这些全国乃至全世界顶尖的大科学家 大文学家 他们都是来自同一个家族 而如此显赫的家族 背后长盛不衰的秘密是什么 今天我们就走进这座古老的祠堂 尝试去寻找答案 兴术不可得罪于天地 严省皆当无愧于圣贤 离在一身不谋也 离在天下者必谋之 离在一死不谋之 苏读家训是寄宿活动的重要环节 大数情况 前人的训诫入耳入心 更成为后人的行为准罪 前世家训分为个人 家庭 社会 国家 四个部分 对应儒家提倡的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我们家训呢 对每一个部分 它都有很详细的规范 故人 就是说 你心俗 不可得罪于天地 严省 皆当无愧于圣贤 你应该做人要证 对自身 自身虽余 事实虚多 由于经济条件等种种原因 上学还是谋生 有时会成为一些人两难的选择 中国著名的科学家 教育家 前伟长先生 也曾经面临过这样的矛盾 上世纪二十年代 父亲 突然间过世 正在苏州读书的前伟长 立刻赶回无锡老家 眼看原本贫困的家庭 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 一家六口人 竟无隔日之粮 他做好了退学的打算 他把这个想法给母亲一讲 母亲马上就是批评 不可以这样的 我们全家一人都输的 你无论最穷最难 输你比你多 我来想办法 成为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是钱伟长父亲 对儿子的嘱托和遗愿 当了一辈子教书先生的 钱伟深知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 只有知识才能救国救民 就在全家人一筹莫展之际 钱伟长的自书 中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 钱穆先生提出 要全力资助他念晚高中 闲世淮海一庄得知情况 也常年为他提供救济粮 就在这星火相继的努力下 过去的一百多年间 无需钱伟家族 一共走出了十位院士 和学部委员 如今依旧人才辈出 在钱家后人看来 家族兴盛不衰的奥秘 就隐藏在这座祠堂之中 当一个个家族汇聚起一座城市 一个国家 文化的底蕴 给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 民国年间 无需人怀揣着 十业救国的梦想 使这座江南古城 成为了中国近现代 民族工商业的重镇 走出了包括荣德生 杨偶芳在内的 一大批爱国实业家 他们的后人 也在惠山老街上 修建了一座 那个时候 因为毗邻运河 便利的交通 让许多客商在这里停留 他们建起延夜公所 山火公所 老街一步热闹悲凡 惠山街 无礼堂 塔花龟 鞋底香 每年秋天举办的 惠山局长 寄引了很多人 前来赏花 小时就这里 穿来穿去 特别高兴 那时候才知道 这个自然界那么缤纷 当然那个时候 没有这么高脚 那时候沿着 西汇公园的 那个路的两边 特别多特别多 我好多同学 乃至我妹妹 在名字里都喜欢一个局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彭林是无锡人 已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 每次回到家乡 他都要来惠山老街走一走 但比起疑人的景色 他更痴迷于 祠堂里的文化 我们经常想我们是个伟大的名字 我们历史发展 创造了一个灿烂的文明 这个里面都有我们的主线的一份贡献 我们这个家族 曾经有过怎样的光荣 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个人 非常想了解 一旦了解了以后 都会激发自己 对于家族的责任 对于国家的责任 有一句话叫光前欲后 要让我们这个家庭 因为我更增添光辉 然后我也要为我的后代 就做一个榜样 古老的祠堂里 安放着家族的集体进入 为了让他们在新的时代 重新焕发价值 当地政府对惠山老街 进行了整体保护 办理之后 丁国安仍然每天都会来到这里 打扫庭院是简单重复的工作 也是他一家五代人 曾经日复一日的生活 他们有个共同的身份 慈丁 过去慈丁居住在祠堂里 但是收入微薄 为了贴补家用 他们就用惠山当地的黑头 捏成泥人 售卖给往来的游客人 慈丁的职业不退此成 捏至泥人的手艺 也就世代相传 71岁的玉香莲和70岁的王南仙 都是慈丁的后代人 尽管已经退休多年 但每天六小时的工作 是他们给自己的安排 您现在每天在把泥拿在手上的时候 一种什么感觉 我这个泥巴弄得非常好非常好 很舒服 有个清晰感 那是因为你特别特别爱这个事吗 当然了 他不爱我 比自己爱人还爱 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 因为这个老周中几百年几千年 闪下来的东西 它好不容易一跌一跌闪到 我们知道没有了 我们也带不清那个老周中 慧山遗人以阿福为名 表达的正是前人为子孙谋福报的寓意 对于深受农耕文明影响 曾经聚左耳聚的中国人来说 人无足 如树无根 水无源 在慧山山脉南侧的郭骏马河里 人们供奉的是无锡郭家的子仙 宋代巨马郭梦玉 我们的所有的无锡的子孙 都是他的后人 国史 地质 族谱 是中华民族的三大重要文献 地位至高无善 今天的人们看来晦涩难懂的文字 记载了一个个家族 在千年时光中的世系繁衍 解答着人们 关于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的永恒追问 整个超越家族之后 才发现 原来我是谁谁谁的后人 原来我们是从哪里哪里来的 要看家族上一个名字 是我们的先祖 如果过两年以后 我们也会成为上面一个名字 我们的后人也会称我们是县主 因为家族成员的不断增加 族谱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重新修订 郭家最近的一次修谱是在18年前 那个时候 郭玉如发现 族谱上关于父亲郭志修的记载 是经商足于河南 这令他大为吃惊 这跟他一直以来 对父亲离世的认知完全不同 在他三岁那年 河南发生旱灾 父亲跟随无锡的几个家族 一同前去救灾 怀有身孕的母亲 起初坚决不同意 最后 拗不过父亲的决心 才放他远行 不是拿父亲来说母亲 我当时都说谢谢 谢谢 然后等抽离比 手抽离比 他就听我讲 就是这样 你要拨一笔 要听妈妈的话 比如说妈妈的心 母亲来有三小弟弟 我们去增加 我都成绩 幸好一笔 我都没有一笔 最后一六年来 以父亲离别的场景 在过去的九十多年间 始终营绕在郭玉如的心头 这个书送给您 他找到宗星会当时的负责人 郭祖宏 希望能把家谱上的金山 改成赈灾 两个字的改动 让郭祖宏犯了难 因为这个是六十多年前 前辈秀谱时候已经下的结论 对祖谱上的每一个字的修改 我们有一句话叫 一字增三 一个字的增加和善去 言语辅略 比辅字砍下去还要严格 没有充分的证据 我们后人没有权力去修改 时日漫长 郭玉如仅有记忆 却拿不出证据 为了找到真相 其后的十几年 这位茂迪老人无数次奔走于 祠堂 大案馆和报社之间 电话打了一通又一通 人见了一波又一波 一本厚厚的日记 记录着每一条细微的线索 也记录了每一次的希望与失望 就在家谱复印之际 河南三门峡市 在整理史料的过程中 发现了由国学大师唐文志先生 撰写的《镇灾意识郭志修》一文 其中明确记载了 郭志修赴三门峡镇灾 反无期途中猝死于洛阳的经过 依据找到了 宗庆会不仅修改了家谱上的记载 还专门定制了一面旗帜 树立在祠堂之内 两个字 十五年 这是一位女儿对父亲的深情 也是一位长者对家族后人的交代 人们通过家谱寻找到的 并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名字 它有一种精神的力量 一个审视当下判断是非的标准 它连接起逝者与金人 让五千年的道德信仰 从过去走到今天 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特点 就特别重视历史 独死死人民智 所以这个族谱呢 就是民间修史 我们这个中国人呢 尤其是奴家呢 他是把这个道德建设 看出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 长期性的 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 不断地去努力去完善 去推广的一个任务 最后才能把我们建设成一个理想的道德社会 达到天下大志 在惠山老街 几乎每一个姓氏都有自己的宗星惠 他们定期把家中家训 先贤故事 出版成册 分发给族人和游客 让他们有个寻根问祖的路径 24岁的倪平 第二次来到惠山老街 他曾经从家中长辈那里得知 自己的祖先原来居住在无心 对于家族的往事 年轻人知道的并不多 他给爷爷打了个电话 打听到老太公父亲的名字 不到半个小时 宗星惠的人就在1915年初发的 梁西尼市宗谱上找到了这个名字 于是他确定了自己的身份 吴西尼市第三十世孙 来过之后确实发现感觉不一样了 就由衷的会感觉 因为他我会来到这个世界上 那我是不是应该去做点什么 至少表示出我对他的某种感激 包括祖先的一些人品和品德 会值得你去借鉴 你会觉得你有这个血脉留在身上 对你来说是一种责任 然后他才会给你那种自豪感 落叶归根 是中国人内心根据地固的可怕 十年前 惠山老街上成立了 无锡祠堂文化研究会 至今已经有近万人 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根脉 时代潮起潮涌 生活瞬息万变 不论深处何处 不管去向何处 祖先永远都在那里 那是每个人无可辩驳的出处 中国人相信 敬畏祖先就能看到人生的来处 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境遇 也就会从容不尽 从容散略 祖谱上的每一个名字 都曾经是一位活生生的仙人 都有他们的喜怒哀乐和荣辱悲欢 而当这些名字跨越了百年千年 被连在一起的时候 似乎就形成了一种力量 可以回答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跨越时光的祭拜和追忆 不只在缅怀先祖们的丰功斐迹和德行善举 更有精神的传续 可以帮助今天的我们 更好地面对自己和自己的生活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远远的那个地方 是我离开的故乡 是我离开的故乡 家乡满前灯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